我们今天的介绍呢 第二种这个DLS升级方法 就是呢 在Windows下升级DLS 因为呢 这个 现在的这个Windows密啊 还2000SP呢 已经取消了这个MSDOS方式 所以前面那种方法就不适用了 那么这个 有一种这个软件呢 就是技嘉开发的BIS 这个软件呢 它可以在Windows下呢 对这个技嘉主板的BIS呢 进行升级 那么接触它呢 也可以实现呢 对其他主板BIS的升级 那么运行这个BIS 之后 它会呢 自动检测主板的BIS 芯片类型 电压 这个容量 还有这个版本号 那么在BIS 它信息的这个左下方啊 是这个默认的这个执行操作 那么一共有四项 一次是这样的 升级新的BIS 然后呢 是保存现有的BIS 再有呢 就是关于这个程序 最后呢 是退出 那么使用这个软件呢 可以呢 方便在Windows下呢 对主板的BIS呢 进行升级 下面呢 升级失败的这个处理 如果升级完之后呢 这个新的BIS呢 不能够这个正常工作 那么需要呢 对它进行处理 那么有先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用 Boot Block块来修复 那么Boot Block呢 这个引导块呢 支持ESA这个协议的显卡 和软区 并且呢 可以执行 引导软盘上的 这个AutoEIC1.BT 所以呢 用户呢 可以这个对它 使用它呢 对这个刷新失败的BIS呢 进行修复 那么步骤呢 是这样的 第一步呢 就是制作一张系统盘 把这个BIS刷新这个程序 就是AwardFlash.exe 还有呢 BIS这个数据文件 拷贝到这个系统盘上 第二步呢 就是在系统盘上 这个建立AutoEIC1.BT文件 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 写的内容呢 就是这样 就是AwardFlash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某某点BIN 然后斜杠 PL PY 然后斜杠SB SN CD CP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 点BIN文件呢 就是BIS数据文件 斜杠PY呢 表示自动完成 BIS的刷新工作 SN呢 表示不备份系统 旧的BIS文件 SD呢 表示呢 刷新BIS后呢 立即清除 DMI数据 斜杠CP呢 表示呢 在这个 刷新结束后 立即清除 D厂机用数据 这样的 你说呢 在 AutoEIC1.BT文件里面 写上这样一句 这个一句话 第三呢 就是 讲细算机当中 无关的板卡 和硬盘呢 取下来 只保留软区 因为升级的时候 那些板卡 还用盘都用不到 只保留软区 然后呢 讲做好的 这个系统盘呢 插入到软区里面 然后启动计算机 这时候呢 系统会自动的更新 主板的VLS 可以发现呢 这个软区的 这个电源灯亮 然后呢 有读盘的动作 那么15分钟之后呢 重新启动 系统呢 一般呢 可以这个 恢复正常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是用热茶拔 热茶拔的方法呢 来恢复 这个 相信失败的VLS 那么这样做的前提 就是使用热茶拔 这种方法的前提呢 是必须有 有一个 或者可以找到 同型号的主板 那么按照 下面的步骤呢 来做 第一步呢 就是 放掉身上的静电 打开机箱 找到VLS 然后呢 看一下 这个VLS芯片 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呢 还是这个 用于材作 材到这个材作上 那么如果是 焊接到主板上 那这个方法 就不能用了 只有是说 通过材作 材到这个主板上的 这种VLS可用 那么这时候呢 可以把VLS芯片呢 小心的 这个从 材作上 拔出来 拔出来 那么如果是 这个酸裂直叉的 这种芯片呢 就用一个 平口的 这个起子 把这个左右啊 慢慢翘起来 然后把它拔出来 那么如果是 四方形的 这种芯片的话呢 就是 要需要用芯片 这个拔取夹 把这芯片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 第二步呢 再把它 插回到管座 再把它 插回到管座 然后呢 第三步呢 是把计算机 启动到DOS状态 注意这时候呢 在主机 带电的这个情况下 把正常这个工作的 这个VLS芯片取下来 把正常的 就是说我们前面 就是说 讲的是这样的 就是把这个 把主机上的 这个VLS芯片呢 拔下来 然后插上一个 这个 把这个失败的 这个VLS芯片 拔下来 插上一个正常的 VLS芯片 然后用它呢 来启动计算机 这时候肯定是 没有问题的 那么启动之后 把这个正常工作的 这个VLS芯片 拔下来 然后把这个 失败升级的 VLS芯片呢 把它 插回到主板上 这都是带电 来这个做的 那么最后呢 把这个正确的 因为启动了 已经启动 这时候正确的 VLS版本呢 把它写回到 这个 失败的 这个VLS芯片里面 然后重新启动 计算机 那么一般呢 就可以了 如果机器 可以正常工作 那么就表示呢 这个 恢复成功了 那么这个方法啊 再说一下 就是呢 把这个 出现这个 升级失败的 这个 机器的 这个VLS 首先把它取下来 把它取下来 然后插上一个 可以这个正常工作的 这个 可以正常工作的 VLS芯片 就是不带电 进行的 不带电进行的 然后用这个 正常的VLS 把吸引机 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呢 在带电的情况下 把它拔下去 然后把这个 失败的这个 VLS芯片 把它敞回来 然后呢 再把VLS 现在正确的信息呢 写回到这个 失败的这个 VLS里面去 这个步骤呢 就是这样 第三个呢 就是用编程器来修复 如果VLS呢 已经被破坏 或者这个 想升级 但是呢 又这个担心出问题 那么可以找 专业的维修商 用编程器来 升级修复 那么这个 这个维修商啊 一般他就有 这个专业的 这个编程器 所以呢 这个 对于这个 VLS修复 升级呢 都是万无一失的 第四个方法呢 就是用写入设备 重写VLS 这个呢 也是一般的 这个 专业的维修商啊 有这个VLS 写入设备 可以他 请他呢 来对于这个 升级失败的VLS呢 进行重写 第二个呢 我们看一下 升级这个显卡VLS 这个显卡 这个VLS啊 和主板VLS 是类似的 是类似的 那么他主要呢 是负责呢 就是显卡上 各器件之间 正常运行的控制和管理 并且呢 协调 呃 重配件之间的工作 呃 提高这个 工作效率 另外呢 还保存了显卡的主要 这个技术信息 比如说 呃 图形处理信件的型号 规格 还有这个版本 编织日期等等 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呃 呃 升级 呃 显卡VLS的原因呢 呃 是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呢 如果这个硬件设计上 有什么小问题 那么可以通过改变显卡的VLS 来绕 绕过这个出错的功能 这是一种这个 解决这个硬件设计 设计上问题的这种方法 升级VLS来一起实现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这个原来的驱动程序啊 不正确或是旧了 呃 也需要呢 对VLS呢 进行升级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一些显卡呢 是在Windows2000 还有NT下呢 无法正常运行 这是因为呢 显卡的VLS 与NT的这个图形核心呢 有冲突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一个直接的方法呢 就是升级显卡的这个VLS 这是升级的理由 那么升级的条件 首先呢 就是呢 这个显卡 你显卡的VLS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呃 早期的这个VLS呢 一般使用的是ROM 还有PROM 呃 这些芯片 那么我们认为呢 就使用PROM 和EPROM 这个芯片的 那个呃 显卡的VLS 虽然也可以升级 但是呢 不是很方便 需要呢 有专门的设备 不可以呢 用软件来这个刷新 所以呢 不列为 可以被升级的 这个范畴 那么真正我们认为 可以升级的 这个VLS呢 呃 是这个Flash EPROM 就是闪存 或者是呢 一平方 PROM 就是电可擦出 可变成的 这个存储器 这两种 这两种VLS呢 这两种芯片 做成的VLS呢 可以用软件来 这个方便的 来这个升级 呃 注意事项 呃 首先呢 就是生产厂商 与产品的型号呢 一定要明确 因为呢 不同的厂商 所生产的显卡呢 是具有不同的结构 呃 如果这个 错用了 其他厂商的VLS呢 会造成的 不可预期的 这个后果 那么 即便是同一个厂商的产品呢 又有不同的型号 所以呢 一般呢 不能通用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所使用的图形芯片 和显示内存 一定要明确 不同的这个 显示芯片呢 所使用的这个显卡 VLS呢 是不可以通用的 那么有一些显卡呢 因为使用的这个显存不同 那VLS呢 也有区别 嗯 第三个呢 就是下载正确的VLS文件 和这个刷新程序 最好呢 是从原厂商的主页 或者知名的 这个硬件驱动 程序网站来下载 另外呢 也是跟这个主板是一样的 就是说不同的显卡呢 使用各自专用的 VLS刷新程序来升级 最后一点呢 就是呢 升级VLS 必须是在存DOS模式下呢 来进行 呃 不能在这个Windows的 这个MSDOS下进行 这时呢 需要注意 第四个问题 升级失败的处理 呃 因为呢 显卡的 这VLS 这个升级失败啊 造成的一个显示器呢 无法正常显示 所以呢 呃 如果升级失败呢 解决起来呢 就要更 这个 更复杂一些 常用的方法呢 是用另一张显卡启动 然后呢 再把出错的显卡的VLS呢 改回来 因为呢 这个显卡升级 显卡VLS升级失败 那么显示器就不能工作了 就是说出现了一个 非常混乱的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字啊 根本就看不清 所以呢 可以呢 换上另外一个好的这个显卡 然后呢 把它计算机起来 起来之后呢 再把这个出错的显卡呢 插回去 然后呢 把VLS呢 改写回来 这里面呢 我们介绍一种呢 就是说HP显卡升级VLS 出错之后 呃 用一个PCI的显卡来启动 并且修复的这样一个方法 首先呢 第一步 讲VLS刷新错误的HP这个显卡 拔下来 然后呢 呃 换上一个PCI显卡 呃 把这个PCI显卡呢 插在这PCI显卡槽上 然后连接好显示器 并且开机 嗯 开机后呢 进入主板的C mouse设置 然后呢 就讲这个INIT Display First 这个向量 IGP 呃 改为PCI 也就是说呢 选择开机时 从PCI呢 来开机 嗯 然后保存退出 并且关机 嗯 这时候呢 将AGP显卡呢 重新插回AGP插槽 呃 一定要注意呢 现在呢 还不能把这个PCI显卡拔下来 因为呢 现在AGP显卡不能用 那么开机之后呢 进入DOS 然后呢 按照前面的方法呢 重新刷新VLS 直至的升级成功 我们知道这时候呢 呃 实际上是用的这个PCI这个显卡呢 来这个 来启动的 来启动的 呃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PCI工作的前提下呢 把AGP呢 AGP显卡的这个BLS呢 把它重新升级 下一步呢 就是 恢复原来的主板的新毛设置 把这个PCI改回去 改成AGP 然后关机 把这个PCI显卡拿掉 重新启动计算机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显示正常的话呢 就说明修复成功 呃 这时呢 我们对AGP显卡进行升级 那么出现失败的情况 我们可以查上一个PCI显卡 呃 在PCI显卡工作的前提下 把AGP重新升级 呃 重新升级 然后呢 再把PCI显卡拔下来 用EP来工作 那么到这呢 是呃 十四章第一节 硬件的安装技巧呢 我们就介绍完了 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 安装双硬盘的方法 第二个呢 解决双硬盘 盘和交错的问题 再有呢 就是关于BLS升级的问题 下面我们看第二节 软件的这个安装技巧 这里面我们 我们主要介绍两个问题 多操作系统的共存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分区的备份与还原 呃 首先呢 我们看多操作系统的共存 这里面呢 主要是回答几个问题 问题一 在一块硬盘上 制度可以安装多少个操作系统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 就是说一块硬盘上 可以安装Window 9X Window NT Window 2000 Linux Unix 等多个操作系统 但是呢 由于这个一块硬盘呢 最多只能有四个 这个主分区 四个主分区 而我们这个 我们前面说了 安装多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最好是一个分区呢 安装一个操作系统 所以呢 在一块硬盘上呢 最多只能 同时安装四个操作系统 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问题二 分区时采用何种文件系统为好 那么安装多个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要考虑到文件共详问题 那么如果要是实现文件共详的话呢 对于某些操作系统独特的这种分区格式呢 就不能够选用了 否则就不能共详了 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 前面我们实际上呢 已经说过 Windows9X可以使用呢 FAT FAT16 FAT32 这文件系统 比如说98 它就使用FAT32 NT呢 支持FAT和NTFS两种 而这个Windows2000呢 也是可以呢 在FAT32和NTFS下来工作 Windows呢 只能使用EST2这种文件格式 所以呢 它还不能呢 实现和其他操作系统之间的文件共享 但是呢 就即便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的机器安装98和2000或者NT的话 那么他们共用的 他们可以共同能够支持的 这个文件系统就是FAT32 所以呢 如果多个这个 如果要安装多个操作系统的话 如果想不同的操作系统之间 实现文件共享的话 最需要呢 选择他们之间 这个共同支持的这种文件系统 比如说FAT32 问题三 如何恰当的确定分区大小 那么一般呢 安装Windows98呢 需要这个200多兆的这个硬盘空间 NT呢 是100多兆 2000呢 最简洁的安装呢 是也需要将近400兆空间 那么Linux呢 就是不同的版本 以及安装显像不同呢 需要呢500到1G的这个硬盘空间 另外呢Linux呢 还要建立一个小 这个不小于128兆的这个交换分区 所以呢 在确定操作系统分区大小的时候呢 一方面呢 要充分考虑 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 这个用于安装操作系统 另外呢 还要留出适当的这个空间呢 用于以后呢 安装这个应用软件 所以呢 就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回答了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安装多个操作系统的时候 如何来确定分区大小呢 那么就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 本身所占有的空间大小 而且呢 要留有相应的余地 来安装呢 这个应用软件 问题四 安装多个操作系统时 要按照什么顺序来进行 首先呢 就是确定分区的这个顺序 比如说 安装Windows 2000和NT 以及Windows 9S的时候呢 必须把NT和2000的主分区 放在98的这个前面 放在98的前面 那么如果还要安装其他的操作系统的话呢 最好呢 把NT和2000的主分区呢 放在其他操作系统主分区的这个前面 再有呢 再有呢 就是如果要安装9X Linux 还有Windows 2000和NT 那么正确的分区这个顺序呢 第一位呢 就是NT和2000 否则的话呢 会导致这个Windows 2000呢 不能够这个正常的工作 这个里面说 这个三件事呢 这个总结成一句话呢 就是说 NT和2000的分区呢 已经要在最前面 然后呢 再是其他操作系统的这个分区 那么这是分区的顺序 那么安装的顺序是什么呢 安装的顺序前面 我们有多次强调 一定是呢 先安装低版本 然后呢 再在低版本当中 安装这个高版本操作系统 所以呢 要先安装9X 再安装NT 最后安装Linux 这样一个顺序 这主要是因为呢 如果先安装NT 再安装98的话 原来这个NT的引导区啊 就被覆盖了 那么就是说 NT它有一个多重引导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就会失效 那么如果先装Linux的话呢 那么Linux里面 有一个LiLO 那么这个功能呢 如果在装98的时候呢 也会失效 所以呢 大家记住 这样一个安装顺序 就是呢 先安装低版本 然后呢 再安装高版本 先安装98 然后再装NT 或者2000 最后呢 如果需要安装Linux的话呢 再安装Linux 这样一个顺序 那么如果有条件 使用两块硬盘 来安装多个操作系统的话呢 就会更方便 那么建议呢 把98了NT2000 安装在第一块硬盘上 然后把Linux呢 安装在第二块硬盘上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呢 用这个NT和2000 附带的这个多重引导程序呢 来管理第一块硬盘 然后如果需要使用Linux呢 只需要呢 在CMOS当中 把启动的引导顺序 改为从第二块硬盘 启动就可以了 比如说如果有两块硬盘的话呢 这个就更方便了 把Windows操作系统 安在一块硬盘上 把Linux Unix等等 这样的操作系统呢 安在另外一块硬盘上 那么呢 就可以通过在CMOS当中 设置 从哪一块硬盘启动 这样的话呢 来选择 这个操作系统 问题五 如何使用PQMagic 5.0中的这个BootMagic 就是启动管理器 来实现多操作系统的共存 那么这个BootMagic呢 可以很容易的实现 多系统的共存 这时候呢 安装的时候呢 应该先安装Windows98 然后就安装这个PQ 这个Magic 5.0 那么在运行PQMagic 5.0的时候呢 它会在硬盘上 创建一个自由空间 来供 供这个Windows NT和2000来使用 然后再创建一个自由空间 和一个交换分区 用来安装Linux 并且呢 可以把相应的分区呢 确定为相应的 这个系统文件格式 简直说安装的时候 首先安装98 然后再安装 PQMagic 5.0 然后再可能需要安装Windows NT 或者2000 或者是Linux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呢 我们前面讲的是装98 然后装这个PQMagic 5.0 然后接下来是装NT或者2000 可以用这个 这些这个安装光盘呢 来启动计算机 来这个 在创建的分区当中 来安装这个相应的操作系统 安装完毕之后呢 这个BootMagic呢 就会有一个启动画面 上面会显示呢 系统当中已有的一些Windows 操作系统 那么可以通 你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某一个操作系统 来进入 如果使用这个 PQMagic 5.0 安装 包含有Linux 在内的一个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要注意 一定要把这Li L-O呢 安装在Linux 主分区的这个root 不能选择呢 是MasterrootRecord 否则的话呢 这个MasterbootRecord呢 会把这个BootMagic 这个管理功能 把它覆盖掉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起作用了 就是呢 如果 这个安装Linux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Li L-O呢 这个安装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分区的备份与还原 这里面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 使用这个诺顿Ghost 来这个进行分区的备份与还原 这个诺顿Ghost呢 是一个最著名的 一个硬盘备份这个工具 主要的版本呢 有6.0 7.0 还有2002 这样三个版本 它可以呢 把这个硬盘中的数据啊 完全相同的 复制到另一个硬盘中 所以呢 又称为这个为硬盘克隆工具 它不但呢 具有这个克隆的功能 还附带有硬盘分区 硬盘备份 系统安装 还有网络安装 升级系统等等 这样一些功能 功能呢 比较这个丰富 下面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软件 以及它的一些功能 那么运行 诺顿 ghost后呢 首先出现的就是这个主菜单 这里面呢 有这个一些选项 有local 然后lpt 然后net bls 还有option 这样这个四个选项 这里面呢 这个local呢 它是本体硬盘间的一些操作 可以完成本体硬盘间的一些操作 lpt呢 是并行口连接 这个硬盘间的一些操作 netbls呢 是这个网络硬盘间的这个操作 option呢 是一些设置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local 这个local这个菜单里面呢 还有一些紫菜单 有disk 这是呢 硬盘这个操作菜单 操作选项 partition 是分区操作选项 check呢 是一些检查功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呢 这个nudenghost 它的这个主界面 我们看到呢 这里面有 有这样一些这个 选项 那么这是一些紫项 这是local下面的 有三个紫项 然后在每一个这个 这个子菜单下面呢 还有一些菜单 就这样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功能 用诺顿ghost来制作 主分区镜像 首先呢 就是选择这个分区 partition partition这个功能 那么选择partition之后 我们看到呢 下面有 to partition 分区对分区的拷贝 然后呢 然后呢 是to image image是这个分区内容 这个容 分区内容 被分成镜像 然后 from image 就是呢 就是镜像 复原到分区 有这样 这个三个选项 我们是 要这个制作 主分区的镜像 然后注意我们这个目的 那么所以呢 我选择local partition 然后to image 就是选择第二项 选择第二项 那么屏幕上呢 会显出硬盘 选择画面 要求呢 选择原分区 所在的硬盘 我们选1 选1 因为这个1啊 是这个主分区 选择要制作镜像的 这个分区 即原分区 这里面呢 我们选择1 选择后呢 单击OK 那么镜像 它是呢 把这个分区啊 保存成一个镜像文件 所以呢 第二步呢 就是选择镜像文件 保存的位置 因为我们现在 是把主分区C 来进行做个镜像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一定不能 保存到C里面去 而是要保存到 其他的位置 嗯 并且呢 要在这个 file name 这里面呢 输入 呃 镜像文件的名字 呃 比如说我们就是 CBK 或者CBK 然后它有扩展名 就是DHO DHO呢 就是呃 它的扩展名 接下来呢 就说 按回车 按回车 选择所 镜像文件 保存的位置 接下来呢 这个诺顿 Ghost呢 会询问 是否呢 需要压缩 镜像文件 呃 No 这里面有三个选项 No呢 表示不做任何压缩 FAST的这个是 进行这个 小比例压缩 但是呢 备份工作的 执行速度比较快 High呢 是采用较高的压缩比 但是呢 这个速度呢 要飞去比较慢 所以呢 有三种选择 嗯 No呢 就不压缩 这个小比例压缩 是这个 较高比例的压缩 那么一般呢 都选择High 虽然这个压缩 这个速度比较慢 但是呢 镜像文件 这个比较小 比较小 那么这些事情 都做完之后呢 这个 NorthernGhost 就开始呢 呃 制作这个名字 是我们前面 选的这个名字 这个镜像文件 呃 这时候呢 备分的速度 这个需PU的这个主频 还有呢 这个内容容量 有很大的关系 呃 比如说64兆的内存呢 如果是呃 速度是 71兆每分钟的话 那么吸盘 如果两个G的话 就需要10分钟左右 呃 能够呢 把整个吸盘呢 做成镜像文件 第二步 第二个这个功能 我们看一下 恢复主分区的镜像 我们前面是把 嗯 把吸盘呢 给它做成一个镜像文件 下面呢 我们要把这个 呃 这个镜像文件呢 用这个镜像文件 来恢复吸盘 呃 首先呢 也是选择local partition 然后fromimage这个项 然后fromimage这个项 这时候呢 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选择主分区镜像文件 我们原来呢 把它保存在地盘的 这个名字是CBK 保存为地盘CBK 我们就选择这个文件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是选择需要恢复的分区 呃 因为现在呢 我们只有一个这个镜像文件 所以呢 呃 直接选择就可以了 嗯 选择要恢复镜像的 这个目标硬盘 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个主硬盘 因为主分区啊 我们这里面呢 就选择目标硬盘是C 目标分区是C 最后呢 这个乐顿呢 会再次询问 是否要恢复 确认一下 并且呢 警告 如果 呃 进行的话呢 呃 目标分区上的所有资料呢 就全部消失 那点击这个yes之后呢 开始恢复 这个时间呢 呃 于这个制作镜像的时间呢 大致相同 呃 恢复工作结束之后呢 乐顿呢 会这个 建议重新启动 这是前面两个功能 我们是把一个主分区啊 制成镜像文件 然后呢 再从这个镜像文件 恢复这个主分区 呃 第三 我们看一下克隆硬盘 克隆硬盘 使用这个GOS的克隆硬盘呢 必须是安装两个 或两个以下的硬盘 那么他会把一个硬盘的这个内容啊 原封不动的复制到另外一个硬盘 呃 里面去 首先呢 这里面我们这个简单说一下 首先选择 呃 进入 使用local disk 然后to disk local disk to disk 这个命令 然后首先呢 选择原盘 选择原盘 它会列出呢 这个计算机上所有的硬盘的情况 那么选择原盘 单击OK 然后是选择目标盘 然后呢 单击OK 如果确认是yes的话呢 就开始克隆 那么使用gost进行整盘复制的时候呢 可以自动对目标盘进行分区格式化 呃 但是呢 目标盘呢 必须大于或等于原盘的这个容量大小 第四 制作硬盘镜像文件 制作硬盘的镜像文件 这里面呢 呃 前面我们是制作一个主分区的镜像文件 而现在第四呢 我们是制作硬盘的镜像文件 但是呢 跟那是类似的 只不过选择的命令不是特别一样 呃 执行local disk local disk 原来我们是制作local partition local disk 然后t to image 就是把硬盘呢 制成一个 以库展名是ghost的这样一个文件 把整个硬盘呢 制成一个镜像文件 步骤呢 和前面那个制作主硬盘的 这个主分区的这个镜像文件 类似 首先呢 选择原盘 原硬盘 然后ok 然后呢 要求输入镜像文件名 跟前面是类似的 然后弹出呢 压缩镜像文件这块块 也可以呢 有三个选择 不压缩 快速压缩 和最大压缩 当然压缩率越高 速度呢 就会越慢 呃 然后当进ok呢 就把整个原盘的压缩为一个镜像文件 第五呢 我们看一下 恢复这个硬盘镜像 那么恢复硬盘镜像呢 就是用前面所生成的这个镜像 所生成的一个镜像文件呢 把它恢复成这个一个硬盘 恢复到一个硬盘里面去 呃 类似的 首先呢 选择这个镜像文件 那么你需要找到呢 呃 前面你在制作镜像文件的时候 所保存的那个位置 并且找到相应的文件 然后呢 是选择要恢复的硬盘 也就是说 把这个镜像文件呢 恢复到哪个硬盘里面去 呃 单击ok的话呢 系统就自动恢复呃 被选定的这个硬盘数据 就把原来 数据团镜像的这个数据啊 再给它恢复 恢复到一个硬盘里面去 这是 第五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前三 前我们介绍的这五个功能 那这里面呢 一 就是 把一个分区 制作镜像 然后呢 二呢 就是用这个镜像啊 再把它恢复到一个分区里面 那么跟这个类似的呢 就是三和四 呃 四和五 四呢 就是说 把这个硬盘的内容 制成镜像文件 然后呢 五呢 就是把一个镜像文件呢 恢复到硬盘里面去 呃 那么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 他们功能非常类似 但是呢 使用的这个命令是不一样的 呃 前面那个主分区呢 是local 然后partition 而这个硬盘 进线和 呃 恢复呢 是local disk 这一点区别 再有一个就是这第三个 就是硬盘克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呢把一个硬盘的那种disk 呃 呃 这个给它克隆到另外一个硬盘里面去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第六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使用诺顿gost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要讲这个诺顿gost呢 放在启动盘上 放在启动盘上 呃 这个诺顿gost呢 它是一个存DOS的这样一个工具 呃 要把它放在启动盘上 但是这个工具非常小 可以装在一张软盘里就可以了 呃 制作成一张启动盘 第二个呢 就是正确设置硬盘的工作方式 呃 可以让硬盘呢 工作在Ultra ATA33或66模式下 这样呢 制作这个镜像文件的这个速度呢 就比较快 呃 这是第二点 就是要设置硬盘的这个工作模式 第三呢 就是镜像文件应该尽量保持干净 基本 呃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一个一个硬盘或一个分层内容 这个做成镜像文件的时候呢 最好是能做比较小 这样的话呢 呃 因为应用软件安装的太多的话呢 系统就是被修改的就是比较严重 安装新软件呢 就是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呢 在制作镜像文件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这个安装过多的这个应用软件 呃 这是一点 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个恢复镜像文件的这个同时啊 这个目标盘上的这个原有的数据呢 全部被覆盖 呃 并且呢 使用任何这个反删除的这种方法呢 都无法恢复 所以这一点呢 千万要注意 就是说呃 你要把这个呃 镜像文件把它恢复到一个硬盘或一个分区里面 这里 所以这时候呢 原来这个分区或者这个硬盘里面的这个内容呢 就会全部这个丢失 所以呢 千万不要把这个说制图用这种方法 把这个镜像文件呢 恢复到原来有内容的这个硬盘或者分区里面 实际上呢 我考虑就是说呃 这个诺顿 告诉他什么时候是比较方便使用 比如说我给举个例子哈 就是说原来有一台计算机 原来已经有一台计算机 你安装了好多的这个应用软件 还有些数据 那么这时候呢 就说呃 你需要呢呃 换一个硬盘 或者换一个新的计算机 你还要就是说原来这些系统还要保持联样 呃 还要那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这个把它备分出来 备分到新的硬盘或者新的计算机里面去 就可以呢 使用这个工具 使用这个工具 可以把原来的内容呢 就是制作成一个镜像文件 把整个硬盘制作成镜像文件 然后呢 再把这个镜像文件呢 恢复到新的硬盘 新的计算机里面 这时候呢 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一些问题 那么14章的第二节呢 我们就说 介绍了软件安装的一些技巧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主要是介绍了多操作系统共存的问题 还有呢 使用诺尊高斯腾进行分区的备份与还原 那么到这里呢 第14章的内容呢 我们就介绍完了 也就是说 整个我们这个计算机 这个维修与维护这个课程的全部内容呢 我们也就介绍完了 谢谢大家